休斯顿小龙虾美食节继趣味运动会圆满落幕 请看本台记者陈铁梅的报道 4月16日 休斯顿小龙虾美食节继趣味运动会 在复杂广场圆满落幕 活动上各种有美食美味小龙虾 多种文艺表演 唱歌 舞蹈 武术 太极 瑜伽 以及健康讲座等 著名医学专家SAM牛 为大家讲解了如何智慧健康 而不是盲从 整场活体为体现全民参与感 设置了多种的娱乐比赛 比如德州扑克慈善大赛 麻将慈善大赛 双升级扑克慈善大赛 羽毛球慈善大赛 烧儿机器人等大比赛 奖品非常丰富 活动从上午10点直到下午5点 各组比赛角逐激烈 最后双升级扑克大赛冠军 有桥界著名领袖 陈玉梅和美南新委公共事务部 春天梅组合以绝对的优势获得 世界名人网 总编王福生和搭档天宁获得亚军 德州扑克大赛冠军 则由著著名企业家任意涛获得 最后由活动策划人谢忠 与主持人罗希汉为获奖者颁发了奖杯 小鸡 multic口